职场有方圆 规则可不少 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哪来一记变化球 看我接招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和你 Easy talk Easy work 您现在收听的是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节目主持人 欢恩 职场笔记这个系列呢 本周进入到第五单元 前几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了 我进入职场十年下来 有四个体会 帮助我在面临 职丫抉择的时候 能够做出最合适的权衡 那既 Choose outside your comfort zone 选择跳脱舒适圈 Choose people 选择人之后呢 今天要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是 Choose to grow 选择成长 选择成长 乍听之下 好像非常的天经地义哦 可是呢 我却觉得 这往往是最难具体执行的 一个原则 很多年前呢 我曾经看过一个小文章 描述有一个人 他有一天呢 刚好直挤了残宝宝 要破茧而出 成为蝴蝶的过程 那他在一旁 观察着残宝宝在茧中 是怎么样子的 奋力挣扎 看起来非常的痛苦 真的是使尽了洪荒之力 可是好像进展很有限哦 好像还是很没有能够突破 这个茧的束缚 所以这个人就有一点愚心不忍 想说啊 不然我就 帮你一把把 看这个残宝宝这么辛苦 不是这个蝴蝶这么辛苦 这么累 那我就帮你稍微把这个茧的破口 弄大一点嘛 这样子呢 蝴蝶就比较容易 头过身体就过 果然呢 他一稍微把这个茧的 这个洞口稍微 弄大一点之后 这个蝴蝶就非常顺利地 破茧而出 那这个人呢 就想说 自己这样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可是呢 他就惊觉 这个蝴蝶的翅膀 好像怎么看 就是哪里怪怪的 好像不太能够 fail 原来呢 他后来发现 就是残宝宝在破茧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在锻炼翅膀的一个过程 是在预备 当这个蝴蝶破茧而出之后 要确保蝴蝶的翅膀 有足够的力量 可以振翅高飞 所以本来呢 这个人是好心想帮忙 却反而害了人家 反而剥夺了蝴蝶 必经的一个成长 还有训练的过程 那这个小故事呢 其实一直让我 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虽然我为了准备这期节目 我还特别上网 就是想要核对一下这个科学根据哦 然后我发现 其实好像如果今天真的你有机会 刚好目睹了 就是有蝴蝶挣扎着 没有办法顺利破茧而出 其实帮他一下 好像是无伤大雅的 可是呢 撇开这个科不科学的问题不谈哦 我一直以来都把这个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辟语好了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预言故事 放在心里面 提醒自己也鼓励自己 那提醒自己什么呢 其实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 痛苦会过去 美会流下来 那英文的说法呢 就是 No pain No gain 我们都知道成长是必须的 可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却仍然想要赖皮 想要装死 想要逃避 那就是因为成长的过程 是很辛苦的 那这个道理呢 其实不管是在人生 还是在职场上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或许没有办法控制 自己年岁的增长 或者是自己的体重的增长 可是如果真的有选择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的直觉 应该都是最好不要长大 或者是至少不要长大的太快 或者是可能长到一定的岁数 就够了 如果可以让我们 赖着父母亲一辈子 该有多好 如果可以让我们延后 或者是永远都不要去承担 变成大人之后 所要面对的压力 那该有多好 所以呢 可想而知呢 我觉得同样这种 比较被动 比较消极 甚至是有点得过且过的态度 当然就是很容易 也会在职场上 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现行 那其实呢 我最近也正好就在经历 这样的一个挣扎哦 究竟是要进步 成长 不惜付上一切代价 还是要安逸 停留在原地就好 即便到现在哦 对我来讲 choosing to grow 选择成长 每一次这都是一个非常不容易 是一个需要非常有意识 非常有决心 非常刻意的 去逼自己做的一个决定 可是就像那一只 至终成功破茧而出的蝴蝶 虽然这个过程是很辛苦很困难的 但是投过 深究过之后 整片天空任你翱翔 choose to grow 绝对是痛苦的 但是痛苦过去之后呢 还是会有美的东西留下来 最近再一次转调办公室 虽然仍然是同一间公司 仍然是服务同一个客户 身边的团队呢 也仍然有熟面孔 可是呢 我也意识到 其实这当中 还是存在着一个学习曲线的 还是有一个 我必须要去 想办法克服的一个适应期 和一个磨合期 那我心里一如过往 总是有一点太过浮躁 主要是因为呢 自己并不想要永远都服务同一个客户 做同一种业务 可是呢 你做类似的事情 做得越久了 那当然好处就是 大家都把你当成专家嘛 可是坏处就是 大家找你 永远都是要你来帮忙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呢 我有一些工作上的包袱 跟了我还蛮多年了 我一直满心期待 可不可以 借由这一次的转调 就可以赶快把这个包袱丢掉 可是呢 天不从人愿 我因错阳差 硬是被拉进去做一个案子 那这刚好就是我 老早就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 我不想要继续做的业务 无奈呢 这个案子的能见度是非常的高 参与在其中的人 不管是客户端 还是我们自己广告公司 都是最高层级的大人物 所以呢 我当然没有任何推脱的理由 那我也明白 就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这何尝不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呢 是一个表现的舞台嘛 可是我就是还是有很多的不情愿哦 毕竟呢 这个案子牵扯了太多 这些来头不少的大咖重量级人物哦 那每个人都有意见 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最对 都应该要是以他们的观点为主 人多口杂 以至于这个本来就 时间很有限的案子 我们的进度呢 常常是前进三步 就倒退两步 本来说好要做的东西 可能都还没有完成 就已经有人决定 要整个打掉重练 我想呢 这本身大概也算得上是 某种成长过程的辛苦吧 就是要我去学习 如何和高层共识 如何想办法不漏接 他们三不五时 就丢出来的变化球 或者是换句话说 就是在帮他们擦屁股 如何想办法配合来支援 可是又不要限自己于不义 不要不小心就上了 可能这些重量级高层主管的黑名单哦 这个时候的我 就突发起伤 或许我现在唯一的退路 就是逼自己上绝路 哇这个其实我 我这句话讲出来之后 我现在听在我耳里才知道 听起来有多糟糕 所以我也真不知道我在 那个当下是怎么想的 可是可能就是我的逻辑就是 我今天会落入这样的一个处境 我今天之所以会被抓去做一个 我摆明就是很不想要做的案子 无非呢是因为我手上有一些空闲的时间 那我的核心业务没有办法填满我所有的工作时数 才会让高层有机可乘哦 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来改变我现在这样的一个窘况 就自己脱离这个 我根本就不想要就是有任何相干的案子 那我就得要去接别的案子 于是呢我和我的直属上司 红发老麦就讨论 就看说 他手上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案子 可以来介绍我去接手 可以来让我换换口味哦 那我不想做的案子呢 应该再过个几天就可以告一段落 那到那个时候呢就赶快让我可以无缝接轨 做其他的案子 我才不会冷不防又被这头一批高层人马 拉去继续做我不想要做的事情 那老麦他是好主管嘛 所以他当然第一个反应是想要成全我 可是呢他毕竟就是还是经验老到一些 所以他也特别担心说 这样子卡得太紧 我的时间上会不会分配不来 不过他刚好手上确实是有一个笔稿的案子 刚刚进来正在找人手帮忙哦 那我就很天真地跟他说 我觉得这时间上其实应该就是衔接的刚刚好啊 因为那个我不想做的案子 应该是差不多就是到周一二 下周一二这样子告一个段落 那刚好你的这个笔稿案子就是不是是下周二或是下周三开始嘛 所以我上一个做完可以接下一个 然后帮我卡好位置 不会再有空档 让那些负责我不想做的业务的人 可以再回过头来就是找我 我当然也知道这是一部险期 毕竟笔稿真的就是所谓广告公司最要人命的业务吧 通常都是在一个极度压缩的时间之内 然后你就必须要来替这个准客户解决 他们可能不知道已经是想了多少年 或者是已经换过多少家广告公司都没有能够找到一个满意答案的一个问题哦 那所以应该说你不只是要在很短的时间解决问题 你是要在很短的时间马上彻头彻尾的了解这个公司或是这个品牌 他们到底他们的业务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要提出一个解决之道 笔稿的一到二周之间被要求疯狂加班熬夜 周末也得要继续开会 然后写简报做准备 这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但毕竟呢笔稿也就是广告公司的命脉嘛 你不去笔稿你怎么能够拉到新的生意呢 所以呢这同时也是最具挑战 也最为就是多元有趣的一块业务项目 透过笔稿的方式 你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不同产业别的客户 很多不同的品牌 那我在广告公司做了五年多 我参加笔稿的次数其实只有两次耶 而且两次笔稿都没中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也应该要来勇敢的接受挑战 来更多的累积这一方面的经验嘛 顺便呢当然也就是很顺便 可以给自己制造一个借口 可以逃离不想要做的业务 但是这个决定他究竟是会带我上天堂呢 还是让我先正亡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节目主持人欢恩 毅然责然选择参与了一个新的笔稿案子 那这个笔稿的内容呢 我其实了解的并不是很多 就连要求笔稿的这个品牌 我也是在此之前是完全听都没有听过的 他们所属的产业别呢 我也是全然陌生的 所以忽然之间呢我就觉得 好像理智重新上线喔 觉得我这个赌注好像有点大喔 可是呢以Choose to Grow之名 我心里想想 那就是因为我没有做过嘛 就是因为我不熟悉 所以我才有成长还有学习的空间啊 就好像前两个拜提到的喔 跳脱舒适圈 Choose outside your comfort zone 它的定义呢 应该是要看 你是不是做出了一个 会让你心跳加速 让你既紧张又期待的决定 那选择参加这个笔稿 就是完全符合这样的一个定义喔 只是马上我打得如意算盘 就全部乱成一团 那一个我不想要做的业务 从各方硬插入的这个意见 本来从从来就没有少过 可是现在竟然就是越来越混乱 越来越多的变数 重点是本来我不是以为 就是我可能就是到礼拜一或是礼拜二 就能够结束这个案子吗 结果后来呢 竟然变成要到礼拜五 才要来跟客户开会 所以听起来好像时间变多了 但是呢 又因为我们才快要做好的东西 又再一次的被推翻改掉 所以几个回合下来 我们的时间反而变得更压缩 搞到现在呢 我负责的部分 可能周五之后 还要另外再跟客户约时间 还有后续的事情要处理 这下可好了 这个我不想做的业务 真像是一个醒不过来的噩梦 真的就是没完没了 可是我自己要来的这个比稿案子 已经如期开跑了 所以呢 就让我陷入了一个蜡烛多头烧的情况 正是红发老麦警告我 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外加我还要准备做这个礼拜的节目 我整个人甚至一度考虑 我加班都快要加不完了 我干脆这个礼拜重播算 差不多呢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我真的是忽然之间开始后悔 自己当初那么天真的一个决定 早知道就应该要听 红发老麦睿智的老人言了 不要把自己的业务量排太满嘛 你有一些空档又怎样呢 虽然呢我这一次真的做了一个 不是那么聪明的选择 但是我相信 生命总是会找到出口的 Choose to grow 选择成长 之所以不容易 就是因为成长本来就是一个辛苦的过程嘛 即使身陷在这样的一个蜡烛多头烧 水深火热 而且还不知道这个蜡烛这么多头 它到底是要烧到什么时候 甚至到最后会烧成什么样子的一个这样的景况 可是可能它本身 就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成长的功课吧 就是学一个教训嘛 学习放慢脚步 不一定代表停滞 更不一定代表我闲置 学习这样一个功课 当然了也可能有另外一个成长的功课要给我学 那就是那些在当下你可能觉得无法克服的困难 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实在是太陡的学习曲线 其实并非无解 你还是有可能胜任的 就像是那些还没有破解而出的蝴蝶 还没有经历过一定的痛苦和挣扎之前 你没有办法将你的翅膀锻炼到最佳的状态 去面对后面更开阔的天空 或者是跟颠簸的飞行 我们都知道 锻炼肌肉的过程 其实呢 就是你在不断的破坏 不断的撕裂自己的肌肉纤维 透过追加重量 循序渐进的 让自己的肌肉受创之后再愈合 透过这样的过程 重新长好肌肉纤维 才会长得更大 更结实 在锻炼的过程 甚至是锻炼完之后的身体的酸痛 还有肿胀 这都是必经之路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 英文所谓的 no pain no gain 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句话至于我们在职场上的成长 也是完全适用的 那些你不想做的业务 觉得自己肯定做不来的业务 痛苦归痛苦 挣扎再挣扎 无论至终结果是好或者是坏 其实都还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嘛 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就是因为你痛过 你苦过 如果让你再遇到下一次 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就学会怎么做会更好 choose to grow 选择成长 最痛苦 但也是最有收获的地方 就是成长的过程 往往是一个自曝其短的过程 看到自己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是一个同时让人备受鼓舞 却又感到非常挫折的一个体会 你看见了自己可以怎样更好 可是呢同时你也意识到要成为更好的路途 真的是既漫长又遥远啊 虽然因为蜡烛多头烧哦 所以我有点小小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自高奋勇参与这个笔稿的案子 可是呢前几天 我第一次加入笔稿的团队开会的时候 我发现每一个人都是我学习的对象 笔稿毕竟关系到广告公司的升级嘛 所以每一次团队的阵容呢 自然都必须是要精挑细选 要网罗各路高手 就是希望到最后呢 笔稿结束之后 能够让整客户满意的不得了 不得不选择我们 要他们捧再多的钞票 也一定要买下我们的提案 所以可想而知 会被推派出来参与笔稿的 都是公司上上下下 卧虎藏龙的精英分子 如果不是我自高奋勇 我大概没有太多的机会 能够跟这些人共事合作 我对于笔稿发想的这整个过程 其实我不是那么熟悉 毕竟我也才只有两次比稿的经验嘛 那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进入状况 然后看似漫无边际 其实又有一些具体的脉络 来进行创意发想 这不是我的强项 所以当我看到有人 能够非常精辟的整合 庞大的资讯 在很短的时间内 举一反三地提出新的切点 还有想法 这让我深深佩服之余 更是一个可以让我就近偷学的机会 那当然在偷学的过程当中 如果心理素质不够强的话 真的很容易会因此就觉得信心遭受打击 会觉得 自己实在是差太远了 甚至可能会觉得 有一种那种imposter syndrome 冒牌或正后群的感觉 会觉得 我到底是哪一根葱啊 我根本走错地方了吧 我哪里有资格可以参与在这样子的讨论当中 好像我根本跟不上大家的速度 也不知道能够有什么样子的贡献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子的一种 insecurity 没有安全感 这种忍不住会开始自我怀疑的感觉 让人对于选择成长 choose to grow这件事情 会忍不住就却不 这样子一个负面的感觉 其实我也常常经历 我现在就在经历啊 我认为这应该也算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吧 可是重点是 当我们体会到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 要如何从这样子的一个泥闹中走出来 不会陷入在这样一个差劲的 不好的自我怀疑当中 那些什么 我不够好啊 我好弱哦 我太逊了 我跟不上 我只会是个累赘的想法 每一个都是自己吓唬自己的谎话 千万不能够受骗上当 我在想 其实真正的停滞 是当你选择 是当你选择相信自己就只能够是这样 好像那些我今天不会的 今天还做不来的事情 就算到明天到后天 我一样都不可能会 都不可能做到 你连事都不愿意尝试 你就直接先否定掉了自己所有的可能 Choose to grow 这个业务 这也是一种成长吧 也是在锻炼我某一条的职场肌肉啊 即使我根本不知道到底是练到哪一个部位 但是我知道 What doesn't kill me will make me stronger 怎样都打不死都弄不死 也是一个值得解锁的职场技能吧 本节目由好家庭联盟网 台北Bravo FM9.3 台中古典音乐台FM97.7制作播出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是 Choose to grow 选择成长 那虽然最近工作比较忙 一整天下来 都是一个会接着一个会在开哦 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经历 说很多的话 常常是搞到 五六点六七点之后 可能才可以徒得一点亲近哦 才不会被新的email 或者是工作几时通干扰 终于可以把白天 花了很多唇舌在沟通的东西 可能写下来做出来 那本来想说呢 碍于现在蜡烛多头烧的状况 搞不好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七年下来 从来不重播的记录 就要再次破功了 可是我硬生生的觉得 Choose to grow 这个主题对我来说 实在是太及时 太ing了 太现在进行事了 我希望能够可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哦 所以呢我在想搞不好呢 这也算是一种 Choose to grow的体现吧 简单来说呢 就是 I'm not gonna cop out I'm not gonna choose the easy way out 就是我不逃避 我也不挑容易的路来走 That's choose to grow 我记得小时候 每次当我一感觉到 好像我自己的腿 有一点酸痛的时候 那当然虽然身体的不适 会让人感到不方便 可是我心中都会有一个窃喜 我都会在想说 这是不是成长痛 这是不是代表说 我现在正在长高当中 我在想那样子的心情 同样的那样的态度 是不是也能够更长的套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职场工作上呢 当我们很明确的感受到 成长痛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 第一个反应 不是讨厌 不是排斥 而是可以有一点点的期待 甚至是能够很有前瞻性的 已经先看到了 当我经历完 这个痛苦的阶段之后 有什么样子的奖赏在等着我 有什么样子一个值得期待的结果 在等着我 那当然在职场上的成长 你肯定是没有像是 国中生可能过了一个暑假 后整个人就抽高20公分 这样子的明显 这样子的明确哦 可是还是 在职场当中的成长 在痛苦当中 还是应该有一些 值得我们期待 一些值得我们 挑望的事情啊 我承认哦 当你深陷在蜡烛多头烧的过程当中 你根本就已经焦头烂额 你最好还有什么闲情意志 前瞻到哪里去 你根本就是让我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好 明天的烦恼明天再去想 因为有的时候 当你忙得昏天黑地的时候 你想太多 你想太远 反而会让自己更焦虑 反而会让自己压力更大哦 你还在过程当中挥寒 在挣扎 你总是比较难 可以先看得到终点哦 你真的是只求下一步路 你不要跌倒 那就太好了 所以到底还有什么办法 能够帮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节骨眼上 咬紧牙关 熬过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成长痛呢 前几天 讨人厌的业务 又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在自己最口吐白沫 最想要撞墙的时候 我有一个同事 忽然在工作几时通上敲我 然后他就丢了一句话给我 The work you are doing is awesome 你所负责的工作 你做得太好了 我跟这个同事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熟 有过一次非常片面的合作机会 那这个我非常不想要做的业务在前期呢 也有把这个同事拉进来帮忙 所以他大概也蛮熟悉 这整个案情的内容 这个同事向天外飞来一笔的鼓励 深深的安慰了我 虽然我跟他没有从属关系哦 就是如果你要很现实的话 你可以说就是 从他这边得到正面的肯定 其实对于我的工作绩效或是工作评鉴 根本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 因为他不是我的主管 他根本不是就是这个案子上头 我必须要去面对的人 可是我觉得 因为他这么及时的一句话 给了我非常大的肯定 没错 成长的那一把尺 是我们拿捏 但是我们的成长 不管我们自己认为 有多么的微乎其微 其实他人都是看在眼里的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 现在也正在经历职场上的 growing pains 成长痛 不管是你自主选择的 还是也是就是一个被赶牙子上架 很勉为其难的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在这边也想要来鼓励你 The work you are doing is awesome 就算你在过程当中不这样觉得 即使你好像有一百个 让你自我怀疑的理由 我还是想要在这里提醒你 不要小看你自己 不要画地自现 我们现在正在锻炼我们职场上的肌肉 会酸痛 会辛苦 那是很自然的 可是今天举不起来的压力 不代表明天后天还是举不起来 就算明天后天真的还是举不起来 也不代表你永远没有机会举起来 Choose to grow 选择成长 不只是为了要练出大肌肉 而是要选择相信 自己是有可能的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对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有任何的想法建议 我都非常欢迎你 帮我到Apple Podcast打新评分 并且留言 也邀请你可以来订阅这个节目 不管你是用Castbox Spotify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App平台 都可以找到我的节目哦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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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